大家好,歡迎收看山體之人 我今次的影片會講小西灣兩個打卡點 就是黑角頭石黑和歌連神角大電視 今次行程的起點就是小西灣龍躍徑 龍躍徑的入口就是在小西灣海濱花園廁所隔離 在龍躍徑起步後不久就會有一個左右分支 走兩邊都無所謂 兩個分叉走一會後都會回合 去黑角頭石黑的朋友就要留意 在兩個分叉路回合後再走前一點 又會有分叉 左邊是樹影樂園 然後再向左邊走 就會是黑角徑 要前往黑角頭石黑 就要走黑角徑走到盡頭 由黑角徑起點開始計 走十分鐘左右就會到達黑角徑的盡頭 左邊就是走到海岸的山路 稍後去黑角頭石黑便會走這條路 前面就是黑角頭燈塔 另外前面就是黑角頭燈塔 不過可惜黑角頭燈塔被鐵網維蜂走過去拍照 只能夠在鐵網外圓觀 看完黑角頭燈塔後 我們就即將走山路下山 前往黑角頭的食客 這條路其實都很崎嶇 所以在這個入口也有了一塊警告牌 由於要手腳並用的關係 所以我就不怕了 待會去到海邊再見 差不多到海邊了 在下山路上 沿路上有很多分岔路 如果是黑角頭石黑的話 全部分岔路選左邊就可以了 來到海邊 到最後都是選左邊 就會向黑角頭石黑前進 黑角頭石黑的位置其實都很深入 而且沿著海邊走 都要持續手腳並用 可能因為它比較不顯眼的關係 這個黑角頭石黑也是2018年才有事物發現 沿著海邊走六十分鐘左右 就會到達石黑 這個石黑相信就是青銅時代的產物 那些形狀和香港另外八個石黑的古跡都很相似 黑角頭石黑就是在2018年被市民發現 隨即在2019年成為了佛令古跡 黑角頭石黑這個位置除了可以看這個石黑之外 它的元朗風景都很美 我也覺得很值得一游 黑角頭的海岸除了剛才的石黑之外 其實回到較早前的分岔位的另一邊 或者是右邊 其實也有一個巨岩的 這個位置就是舊時去黑角頭海岸的打卡位 十年前我走黑角頭海岸 都是從這個位置到打卡榴槤的 即是現在影片中有兩位女士拍照的位置 鏡頭一轉 又回到黑角頭燈塔 如果想輕鬆走的朋友 就可以走黑角徑 沿路接到農藥境 繼續行程 由於要拍片的關係 就是想走這些特別的路 讓大家看看 所以我會走鐵網旁邊的山路 前往黑角頂 走六七分鐘山路之後 就會到達黑角頂的山頂 黑角頂高海拔127米 可能黑角頂是附近居民的神運路線 所以山路的開發度都可以 不過山頂沒有什麼特別 最特別是有一個座標 座標旁邊有山路 可以下山 可以接到農藥境 在黑角頂下山後 就會看到這個分岔路 有石屎那邊 可以下農藥境主路 左手邊的小路 就是走山路上山去銀灣山 其實銀灣山這條路都很漂亮 遙望黑角頭燈塔 和黑角頭一帶的海岸風景 前面這個就是銀灣山 高海拔166米 銀灣山也有少少難度 難度最主要是 山路的開發度沒有太高 沿路也會有很多草莓刮腳 剛才分岔路開始計算 走了15分鐘就到達 銀灣山山頂 山頂有一個標高處 後面這座山就是潘甸炸山 我們向著潘甸炸山 有一個小徑 可以繼續前進去農藥境 在這裏就看看 銀灣山山頂的景色 這條片就很厲害了 我是站在這個標高柱上 在原地自尊 在拍攝 拍攝的時候也很害怕 在這裏也免為了 當年跟我一起走銀灣山的戰友 在上一次走銀灣山的時候 各位朋友好像還沒有小朋友 不過都很慢行 現在還能保持到 不過就有很多限制 又是要趕到限定 這些時間又難走 隨著這個年紀佔大 那些行山腳就買少見少了 真的要好好珍惜 繼續和你行山的朋友 走完銀灣山之後 就回到龍躍徑 龍躍徑的盡頭有個公尺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使用 經過龍躍徑公尺之後 去到哥連神角 就轉左 向神樂亭方向走 沿著神樂亭方向 沿著哥連神角 馬路下山 就會到達哥連神角 大電視一帶的古蹟 沿著馬路下山 就會看到一個貌似水箱的東西 在水箱旁邊 就有一個水泥路入口 這條路就是去哥連神角炮台 探射燈的發便站 在剛才入口開始計 走約5-6分鐘 就會到達這個建築物 在這裡也介紹一下 哥連神角炮台 哥連神角炮台 也是1936年 英國政府為了應付日漸緊張的國際形勢 在香港島一大建了很多炮台 哥連神角炮台是其中一個 哥連神角炮台 除了有支炮台之外 另外還有一些探射燈 探射燈就是我們稍後會去的 哥連神角大電視 現在拍攝是為探射燈 提供用電的發電站 觀完哥連神角炮台 探射燈發電站的位置之後 我們繼續沿著哥連神角島 馬路羅山 若我走多一分多小時 就會到達哥連神角炮台探射燈 即是哥連神角大電視的山路入口 我們留意左邊灰色的欄杆 在接近前往大電視的山路 那些欄杆 就會噴上黃色的欄杆 還有欄杆 就會變成水泥路 非常清晰 沿著水泥路下山 一直走到底 就會到達哥連神角大電視一帶 也看到有些人排隊 我們看看左邊這邊 其實哥連神角大電視 本身有兩個探射燈 不過左邊的探射燈雕堡 就在2018年被颱風山竹摧毀了 就剩下一個底座 現存就剩下哥連神角大電視的探射燈雕堡 不過右邊的哥連神角大電視 其實都在2018年被颱風山竹摧毀了 就令到雕堡最前的屋頂倒嵌了 整個雕堡都在裏面 退彎拜雅 所以在這裡拍照 就要注意安全 就拍一拍哥連神角大電視的內部 其實裏面都是一片退彎拜雅 最主要是屋頂的位置倒嵌了 拍照的效果都差很遠 就對比屋頂倒嵌之前的相片 在屋頂倒嵌之前 大電視真的像一個曲幫的電視一樣 在這裡就感謝Apro提供相片 Apro曾經是一個非常厲害的跑山女將 她現在是一個移居加拿大的KOL 有興趣可以看看她的Facebook 譬如 緣份父母親子共學學堂 看完這個哥連神角大電視之後 又回來神樂亭 今次影片要介紹的打卡點都差不多了 最舒適完成旅程的方法 就是走到龍躍徑去小西灣 而我本人會繼續向潘典澤山方向走 去馬塘咬 再去柴灣華人永遠佛場 再在柴灣地鐵站完成旅程 不過這一段就不拍片介紹了 有興趣了解可以去Blog 看看郵寄 今次這段影片 我也誠意推介大家可以看我本人網誌的郵寄 因為在文字郵寄上 會更加仔細更加詳盡去介紹 今次路線的景點 今次的影片就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小弟 可以的話都盡量like、subscribe和share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拜拜